水神不必多礼 柯震恶的妹妹不应叫韩小盈 为何会是柯乐 得取信赫的名字 柯什么呢 有了江南七怪之手 韩小盈 是条英雄战里柯震恶的一妹 但问题是韩小盈这名字 怎么从圣母口里蹦出来了 很多蓝星人都不一定知道吧 自我意外脱离蓝星所在的世界 误入这个由洪荒神话所构建的世界 我曾试图探索两个世界之间的关联 找寻重返蓝星的办法 却一无所谷 为什么 神话世界里的女王 竟会知道与她毫无关联的蓝星世界里 一本武侠小说里的角色名字 不对 只怕圣母是在试探我 柯乐尔乃是敖以将军给自己所取的化名 小神位与她配合 达成卧龙凤厨之计 故而取名 柯正恶 亦为震慑恶煞 至于韩小盈 萧绅从未听过此人 我龙凤厨这种蓝星人才懂得肯 圣母会察觉吗 未曾听过 只是巧合吗 没有反应 她是蓝星人的概率极低 但知道韩小盈 说明她必定接触过蓝星人话 是她曾经去过蓝星世界 还是她认识另一个蓝星人 她又为何要试探我 一 确认我来自蓝星 然后杀了我 防止蓝星的秘密被更多人知道 二 确认我来自蓝星后和我结盟 确保我能为她所用 木朽鱼灵封闭催之 无论是哪一种 都会给我招致灾祸 保险期间 绝对不能承认我是蓝星人 嗯 圣母智宝红色球 她用死宝引外天道之力 要推引我的过往